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看一看250元差不多 500元实在太扯 还有人觉得西门丁已经肯定化 有老顾客说这家价格确实偏高 实际回到店家业者教区 因为单价表就贴在墙面上 如果单价比较高也会主动向客人报价 业者看到网络抛文又气又无奈 因为店内才称重计算 当天香港游客选的肉较多的猪脚 称起来就要200多元 卤大肠称起来也要100多元 点的都是高单价卤味 所以才会比较贵 民众下回挑选前多问一句 以免价格不能接受 还得忍痛掏钱 下期新闻再继续 台湾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于